赖金德坦言 驻美代表肖美琴是副首人选中的优先之选 那近期是否就会反台呢 今天外交部长吴钊燮没有直接证实 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就持续追问了 肖美琴反台时间是否就在APAC峰会之后 而接任人选是否就是吴钊燮 但吴钊燮则是要委员先关心 会有意何时会当柯文哲的副首反将军 APAC之后 然后在我们登记总统参选之前 就那两三天 委员你知道我不在那个赖副总统 我知道你不在啊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栏尾持续追问肖美琴动向 因为赖金德明确透露肖美琴就是他的副首人选之一 还是优先之选 但吴钊燮就是不松口 我听说已经有驻欧洲的重要的代表 要回来国内是不是要接你的位置 是不是你要去美国 没有这件事 尤其IT主席罗森伯格才刚访台 有没有谈到可能的接任人选 颜看委员持续逼问不死心 吴钊燮干脆这样呛回去 你不要一直假声不是我 你不要再提到侯友宜 部长站立满点巧妙必达 不过APAC峰会即将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将举行场编会 五方有没有掌握相关情况 美方在每一次有一些高层会谈的时候 也都会跟我们有一些沟通 都在密切注意当中 而台湾这回的会面层级 对象也是焦点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将第七度代表台湾 与会是否也有机会和拜登会谈 在安排中 日本会不会 有一些国家他们不愿意公开 今年的状况我看是比去年的还好 因为那个半导体的这个议题 我国扮演地缘政治和科技产业的关键角色 要把握峰会外交机会 让台湾在国际场合被砍见 这位黄洋越大台播动